你家長其實也可以把這些影片剪起來 將來其實對小孩子都是很好的回憶 對 李宗賢這棒打在了中外野方向 郭天信稍微移動之後 接殺出局 場上行車第一個出局數 我們把這棒推在了右半邊 來看一下右外野手陳秉賢 稍微繞了一下之後 很輕鬆的找到球的落點 當戴培鋒被針繞到亞運 我想張進的可能就要分擔一些敦補的工作 阿德目前連續十場比賽有安打 而且連續十場的比賽呢 也都是上壘成功 不過這一次他遭到了三陣 三上三下 陳秀鋒這一棒被吉吉尾拱罐打在了左半邊 結果左外野手他在處理球的時候還漏掉 那最後要吉吉尾拱罐來到了得分位置 那這顆球我覺得會漏到後面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吉利吉尾拱罐這個球 其實真的是打得很強勁 這球打在了二壘方向 劉慶豪接球之後傳往一壘 自殺了吉吉尾拱罐人出局 形成兩出局 不過也有推進的效果 吉吉尾拱罐來到三壘 陳秀鋒正式在自家主場9月9號 六三分之一局拿下勝投 對手就是龍隊 打到了在三壘方向 結果三壘手沒有辦法攔下來 吉吉尾拱罐要回到本壘得分 將比賽是由主場的龍隊先持得點 再一壘的是劉姬鴻 大石雄又打到了左路 這一次李宗賢攔下來了 網二壘船完成了封殺 左頭對左打 來看陳秀鋒可不可以發揮優勢 這個球被推到左半邊 安打出現 這也是龍隊在這場比賽 第二支安打 連續兩個半局 他們都可以靠安打上來 其實這一左一右 其實打向左半邊飛球 人家都掌握得很好 球出還是兩個好球一個壞球 一賽雷 換推到了右半邊 結果打穿 蔣少鴻刺蛇再補刀 連續安打出現 現在攻戰上的得分位置 雖然戰術的推進沒有成功 但至少是用球棒把跑者送到二壘 對 果然點到了三壘方向 這個助攻應該不成問題了 三手接球之後 傳往一壘 所以張宥明的犧牲觸擊是成功的 把隊友護送上了二三壘 二三壘有跑者 僅僅一個人出局 十槍與打擊 這棒攻擊在了右半邊 來看一下右外一手沒有 他沒有機會接到 球在他面前落地 所以這樣子三壘回來應該不成問題 看二壘三的跑者要得確定球落地之後 他才敢往三壘來跑 這球打到了右半邊 二手接球之後 先往游擊補位這邊船 完成了封殺 把殺傷力比較大的這名跑者呢 先封殺出局 急急高拱罐又打出安打了 連兩個打師 大家都出現了安打 而且這一棒打得相當深遠 在中外野方向 最後趕緊的做回船 郭天馨這一棒打在了三壘方向 三壘手接球之後 往二壘船 完成了封殺 希望呢 我們面對投了很有心得 因為龍隊要繼續拿下他的盛頭 可是在這場比賽 他不斷的被打出安打 連續三局龍隊都可以 從陳世鵬手上打出安打 那這一次是 Lidong Single 點 林志勝點了 陳世鵬下丘 擊穿一壘 這個還點得蠻漂亮的 對 對 對 推到左半邊 左外野手 最後有機會處理 行進之間他 橫移過去也沒有問題 都把傷害降到最低的話 鎖住這樣的 比分 等待隊友活力支援 四壞球保送 兩次對決蔣少鴻都讓他上 來看張宥明的表現 打到的是在一二壘之間 打穿著防線形成安打 陪上跑球繞過三壘 現在準備要回到本壘得分 張宥明 他連續個人兩個打席 都可以為球隊立下汗馬功勞 這一次是安打帶有打點 在兩出局之後 陳世鵬連續三局都掉分 一兩個半局 後段棒次是在攻擊上面來講 表現都還蠻不錯 激奇的出棒 打賽在三壘方向 花弦接球之後 墊步全往一壘 最後就算讓 龍隊在這個半局攻勢出瓦底下 但是龍隊還是能靠著 安打跟保送拿下分數 連三局拿分4比0 當比賽第一局就成功的 可以攻城掠地 有球好 接得好 這台球還一壘 Nice play 喂 來了一個MP啊 陳世鵬至少先製造一個 不要失分的半局 先穩定自己的軍機 其實要進一棒 恐怕打得不理想 建高不夠遠 王拔也退到了外野區 退得還蠻多的 好 他要來處理 最後跨區半岸 這 如果從台北的話 大家跨到新竹去了 再來輪到郭天信 剛好略過去 那個角度來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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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真的有 這一把好像有 我們要盡待 輔助判決的結果 助身球上一壘 劉其宏抓第一個球出手 衝鎖之間來看一下 在左半邊還在追 GO 炸裂啦 這是一發兩分砲 劉其宏再度扛出了全力打 而且在四局下半 兩出局之後 393英尺的飛行距離 今天把兩分砲幫助龍隊 現在拉開到6比0領先 而且連續四局都有辦法得分 領先分數已經來到6分 這教課書點上三壘的 觸及成功 第一次則是也都選擇 三次上來 其實三次都會求對立下的功勞 這一次選到寶松上 好像把氣都出在陳世鵬身上 昨天全場只有五隻安打 今天橘橘開花 然後還有全力打 追求出手 打在了游擊方向 考驗王拔 在這個地方接下來 可惜 最後手臂還是沒有辦法 攔住對手的攻勢 大師兄回來得分 所以龍隊在兩出局之後 攻勢繼續延續下去 就算是面對第二任投手郭俊麟 張明出手 打在了右半邊一壘方向 順勢拋給不位的郭俊麟 完成了刺殺 讓對手留下慘壘 不過靠著劉基鴻 兩分炮的帶動 在這個半局龍隊又打下了 分數 拿下了三分 現在拉開到7比0領先 這個半局輪到林哲軒上來 打出了安打 吊霞打出中路安打 這也是富邦漢將在這樣比賽 面對鋼龍的第一支安打 在五上梁出局之後 總算出現了安打 一樣是抓第一個球出手 又打穿的中線 新城安打 那現在看林哲軒 停留在二壘 戴北風今天面對鋼龍 厲害喔 我倒是坐牆騎乘那個 我也是 劉駿豪被三陣出局 看來郭彰安教練的 拜訪投手球是有用的 被打出了兩支安打 但是還是能夠化解雷劑 石翔宇這個球 越過了三類防徐 花嫻跳起來 還是沒有辦法把球給攔下來 石翔宇今天埋伏在第九棒 夠狠的啦 他打出了兩支安打 三個打形裡面 石翔宇現在安打在壘上 這一球 結果好像打在了一壘手身上 然後反彈之後 反而球彈到了外野 其實守備狀況感覺要蠻多的 當然這壘球是強勁的 但以泛國城的 防守的來看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把他給攔一下 外球走在前 這一球 又打在了右半邊 這一次打穿了二壘手防徐 形成安打 在三點上的石翔宇 當然就回來得分了 連續五局龍隊都有辦法拿下分數 而且又是吉腳拱貫 今天三支安打 這一球天歌有沒有機會呢 在中所之間落在兩位野手的空檔 所以現在 壘上的跑壘者呢 可以放慢速度 先回來得分 不過我們看到 在後面的跑者 哇 急急要拱貫啊 他是連靠三個壘包啊 他也回來得分 然後三次都上了 包含失誤在內 追求打到三點方向 花嫻攔下來之後 墊步傳往壘壘 總算是抓到出局數 大師兄這一棒打在了右半邊 接殺之後來看一下二壘上的跑者 這棒打到在壘壘方向 當國城施議他要來自採壘包 完成了三出局 他都只有被 其中一名打者上到壘包過 這個球打在了左半邊 最後在左外野手附近落地形成安打 擊球跑壘員 李宗賢現在來到了二壘 這個球打在了二壘方向 二手接球往一壘船 刺傷 那有助攻的效果 可以說也推薦李宗賢到三點 打在了右半邊 揮棒落空 早安 午安 晚安 剛榮投出了多三陣 那三陣掉第三棒的張靖德 輕撐兩出局 蔣世辰這一棒 也打得不理想 打給了投手 第一肩拋球傳往一壘 所以漢將的攻勢 又被鋼龍給斬斷 漢將在競爭比賽 前面六局 還是沒辦法拿下任何分數 吉利集合拱冠今天已經完成三安盟打 難道真的神黨殺神 佛黨殺佛嗎 最棒打在了忠祐之間 這個勝利 哇 吉利集合拱冠他也開轟啦 冬隊 單場兩名選手炸裂 439英尺 吉利集合拱冠 最發全能打 真的可以說是為得分金上雙 而且足足領先10分的衛星龍隊 錦上天花 Icing on the cake 現在11比0 雖然 體重減輕了一點 但看起來攻擊的力道沒有減輕 寒一發仰春炮 總共打下兩分打點 這一球打到了1-0 蔣炮接球之後 才能包刺傷 劉祁鴻這一棒恐怕打得見高不夠遠 在二壘的上空 最後遭到了劉俊豪的接殺出局 這個半局靠著吉利集合拱冠 本集的第16轟 請創天花 在位球隊拿下1分11比0 富邦在他手上沒有辦法拿下任何分數 他現在也很有機會高榮要寫下對富邦的五連勝 保重確實是最近 呂詠真 比較大的問題 面對獎炮 就能受下這場比賽 這球打到是在二壘方向 二手接球之後 穩穩的傳往一壘 勝浩瑋成為這場比賽最後一名出局數 也代表著在這場比賽當中 漢將他們依舊沒有辦法 得分連續兩場比賽 都遭到對手晚風 這場比賽恭喜 魏全龍隊 他們在上場比賽被晚風中 這場比賽 11比0狠狠的痛載來訪漢將 他們也完成晚風